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STARHK《微众月朗》 我是主持傅卓琳嘉嘉 和大家轻轻松松聊聊天 今天很开心 请到叶文龙师傅Kim 我老友和大家分享她的生活典笔 和成功的心不 Kim 我就叫你叶师傅 其实两个都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杰文龙 我和你真的认识了很多年 都很多年 可能有十年 真的有十年 但你没有变一样那么英俊 是不是因为做得运动多 和可以说打功夫多 那个根底的人更年轻 那运动一定是这样 但是饮食也很重要 但你不是也喝很多酒吗 你不要吃垃圾的东西 垃圾的东西 就是身体不好 大家见不见到 Kim 叶文龙师傅 真的很帅 你这么回答我 我不会回答你 我不会回答 你会回答你 自由搏击的 那其实驱使是你自己 很小时候很喜欢武术 还是其实家人喜欢 要你学这件事呢 其实小时候 因为我们是基层家庭 小屋邨 小时候 有病 有病 有癌症 有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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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去连转连这个学泰拳 差不多 那段时间 差不多时间 差不多时间 那时候十几岁就开始 学一下空手道 就是学一下功夫 空手道都有 也有 抬拳也有 但是最后真的去武馆 就是我们叫武馆 拳会 武馆的时候 上去都很惊惊的 因为不会像现在的健身室 是这么漂亮的 当年是很 就是 一上去 哇 酸酸酥酥酥 很大股味 有些人不洗身 很惊惊的 很惊惊的 是不是 上去学 但是本身 你自己本身都有 这样的天分 因为其实你学功夫 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没有那天分 是吗 反而你自己没有 是真的练回来的 练回来 其实重复重复 去做一件事 你就会好 就会好似例如 我们去打个拳 打个拳 你知道 怎么说呢 你去重复重复做一件事 它一定会好 一定是成功的 我觉得是 因为你是16岁开始 你转了去打泰拳 也可以打出血路 可以说是 你的拳赛生涯 当年也有十年 有没有十年 就是打了自己 比赛 比赛 你常常拿很多奖 冠军 如果全职业生涯 就六年了 六年左右 但那时候 其实那个生活 是怎么样 会不会很辛苦 不断打着打着打着 就是上班 接着放完工 就在拳会 然后练拳 练拳 然后就醒了 星底宵夜 然后就上班 每天都是这样 其实都挺开心的 都是开心的 其实是不辛苦 你喜欢一件事 就不辛苦 因为女生的感觉 就会觉得打拳赛很像 很残忍 很害怕 有很血腥的感觉 但在男生的心目中 就很英勇 其实都不是 现在很多女生都 现在是 很多 但是当初你那时候 是九零年头 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 那年代比较少 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女生 没有什么女生 没有什么女生 我身边很多艺术 很多女生都一样 学功夫 很厉害 那时候可能 因为传媒 那时候的传媒性不够强 当年那时候 我还记得 我们是第一代叫回来 当然 我不是说第一代 其实七几年到八几年 已经很多师傅 是比赛的了 那我们就是九零年代 那时候 怎么说呢 其实那时候拳赛是很蓬勃的 是很蓬勃的 但是就不是说 很多人知道 但是 如果你当年 你认识的 我知道周比利 我知道是陈维猛 就是会知道这些 因为是明星 拍戏 所以你知道 他会在那里比赛 是一个拳王来的 那到后期 我们那段时间 都要靠自己去推广 因为很少记者去访问 还有呢 有时一访问 就访问一些 可能有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通常一打拳 就说 打拳我被人欺负 小时就出去打架 就是那个形象不好 那个形象不好 那时候就不是说 很努力去推广 那到我还记得 那时候 刚刚是东欣公 通尼扎来到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就把态拳 改变了 OK 因为当年 那次都是 新里程电影 有限公司 去找我帮忙 做 帮通尼扎那套 东欣公去宣传的 很棒 我觉得通尼扎 因为他打得出来 他有他的风格 就是拳霸 拳霸 拳霸先 然后就是东欣公 我们就 带了一千名的教练 一起去 拖世界紀錄 我还记得这件事 那时候推过来之后 哇 那一部电影收得 你不收得 你就说什么都没用 是 而且这一部电影 怎样说呢 那一部电影是 爱国家 有感情和大品杖 或者之前有说过佛头 我帮村拿回佛头 第二就是说大品杖 教大品杖 是很有情 很正气的一个 去演绎这个泰拳 但是当年 再早些 是有说泰拳的 是哪些呢 最熟悉的了 《古惑仔》 鄭姨健 哇 泰拳不是这样打 那时候 连泰拳是打架的 是 以前就是打架 即是 不是啊 那电影是做到这样 那这些人就误会了 是不是 跟着 到泰拳 泰拳来到香港之后 他都将泰拳 发扬到全世界 开始变化了很多 到那时候 我已经开始做拳赛了 即是开始搞比赛了 搞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 做一个 运动员 可能做拳王 跟着做什么 做师傅 是不是 是啊 做完师傅的话 你真是多功能 你真是多功能身份 有做监制 又是歌手 又是演员 又是运动员 又是制片 还有企业家 不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喜欢 做不同的事情 挑战自己 那我们 去到那段时间 我们就想 不如这样 我为什么不要做 最有能力的那个呢 你有能力的话 你做我就不如搞比赛 那我搞比赛 就可以选一些 不同的拳王出来 那时候 都在这段时间 由2004年开始 正式搞比赛 2005年 开始创立 叫做 世界泰拳架难披治 那这到现在呢 当年是没有太多人 认识香港的拳手 那到现在呢 我已经推广到 差不多70个国家了 很厉害啊 因为我这么多场 是请他们过来打 但是打完 赢了之后 他们的国际新闻的频道 都会访问他们 就是会宣扬到 我们I-1 这个好世界的拳赛 会在香港发生 那到现在呢 就是初步保守估计 那刚刚最近疫情 停了两年 那我大概都出了 600条金腰带 很厉害啊 600条金腰带 的意识就是 我在我赛会旗下 我也都选了600个